菲尼瑞斯HRM钢羊铃的高精度内部测试仪到手了 刚刚打开 给大家进来体验一下 首先看一下配件 充电线说明书 这个视线的测试家开尔文测试家 这是主机 同样一如既往的支持这个充电 这个很好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 不用频繁去换电池充电就可以了 而且它的这个接口就是TAPC的 也非常的方便 比方它的配色呢和这个款式呢和它其他的一些万元表啊 示波器啊都是大同小异啊 我感觉这个蓝黑配啊 非常好看 这是它的万元表 呃说明书我们也不看了啊 充电线我们也不看了 我们来看这个机器啊 这个机器呢 它叫内组测试仪啊 一般的话呢 我们在组装锂电池的时候呢 我们会用这个去做匹配 像之前我 组装这个锂电池啊 这个大有的锂电池包呢 就是 卖家给我匹配的这个电池 那么它这个电池呢 究竟有没有给我匹配呢 我也不清楚 没有一细去检测啊 所以说就搞了一个这个内组测试仪 那么以后可能我要做一些锂电包啊 因为这个大有的工具啊 我现在都是全系都是这种大有的工具 可能要做一些锂电池包 所以说我要用这个一细做一下锂电池的匹配 今天我主要是要说的这个东西啊 不光可以测锂电池啊 其实在我们维修上 或者说是在测量一些电阻电压的时候 也可以用上这个东西啊 我们还是来简单的看一下这个机器啊 首先它是有五个按键 这后面是有支架和这个挂钩的啊 开机呢就是按中间这个啊 我们常常开机 开机之后呢它是可以测电压 刚才说过了测电压和电阻 然后呢呃电压它是有几个档 我看一下它可以现在是自动啊 它可以调整手动 一伏十伏一百伏啊 它支持是一百伏的一个测量档位 然后我们按下面这个键呢 就是测量电阻的啊 测量内阻的 二十毫五 两百毫五 两欧 二十欧 二十欧 两百欧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单位啊 它有毫欧 那么它就可以测这种毫欧级别的电阻 像我们在维修中有一些精密电阻啊 比如说采样电阻啊 我们可以就用这个仪器去测量 我们用普通的外表 它是测量不出来 我们只能测量这个电阻有没有开路 但具体测它的阻值呢 我们就需要用这种仪器去测量啊 我们用普通的外表是测量不了的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四线的啊 一个测试夹 你看它这个是四线啊 用的是一个四线的航空插头 我们接上去 我们来简单的测量一下 因为这个内阻测仪呢 我这个也是第一个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边呢我准备了几个锂电池啊 除了这个是新的啊 这个蓝色是新的 这个绿色和这个呃 橙色的是一个旧的啊 我们这个锂电池它的这个呃 测量呢就是看它的内阻啊 内阻越小了 放电电流呢就越大啊 像我们动力电池 像我们这种锂电池上啊 这种锂电工具 包括这种小的啊 它里面它是用的这个动力电池 动力电池它就是 因为这种锂电工具 它在启动的时候的电流非常大 一定要用这种放电倍率高的电池才行啊 不然它起不动 我们来测一下看啊 首先 这个应该是要分正负极啊 这边是正极 红色是正极啊 我们就用这个自动挡 我们测一下啊 没有这个测试台 我们就用这个架 用手拿着啊 你看我们这个电池啊 这个旧电池测出来是3.1V 内主的大概在40毫欧左右啊 大家看一下后面单位是毫欧啊 三十几毫欧 那么这个内主就有点偏大了啊 可能它不是动力电池啊 这个是我在一个电动牙刷上拆下来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网友给我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动力电池啊 我们测一下它的这个内主就知道了 和那个差不多也是三十几毫欧 然后呢 电压高一点四点几伏啊 因为这个我充电了 那么说明这个可能不是动力电池 或者说是放电倍率比较低的这种电池啊 一般的动力电池呢 我们就是10C 10倍的放电倍率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5C左右啊 然后这个呢 这个是我买的新电池啊 这个是一个动力电池 我们可以测一下 这个应该是能达到10欧欧左右的啊 10毫欧 果然啊 在10 13毫欧的样子啊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动力电池 它的放电电流肯定是比那两个要大得多 像这种仪器的话 我们测量那个电池内主之后啊 我们再去组装这种电池包的话 我们可以去做个匹配啊 同样大的或者相差不大的这种 呃内主的电池 我们就可以组装到一起 那么刚才说了 我们除了测量这个电池 我们还可以测量一些小的电阻啊 像这个扣通师大家应该知道 这是主要是用于这个电流采样的啊 我们可以实际测量 它的这个实际组织 我们用万元表是测量不出来的啊 我们把万元表拿过来给大家测量一下 这个万元表达到电阻档啊 我们测一下 它测量就是0欧啊 0.8欧 0.9欧 1欧 那么像我们用这个去测量 我们就可以测量到它的这个 实际的组织啊 而且测量这个呢 我们 这个测试家加的地方 它是也有区别的啊 像这个我买的是一个20毫欧的 嗯 抗通师啊 测出来就是一个20.17毫欧 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以我们加的地方有关系 那么我们把它加近一点 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到没有 就只有14毫欧了 那说明这个东西它能测量非常小的组织的 呃 一系列东西啊 比如说我们的导线 啊 你看我这是一件汉行丝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啊 我们取这么长啊 我们测量这两端的这个组织 好 大概是66毫欧 是不是 那么我们取中间的一半 我们看是不是一个三十几毫欧左右 现在是66 好 现在这个33 那么其实通过我们这个我们也可以计算这个一捆线啊 假如说一捆线的长度 我们可以用这个呃 呃内阻测试仪 大概来计算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维修中也用得上啊 我给大家画个图吧 现在因为没有现成的这个呃电路啊 这是我画的一个我们经常碰到的这一种电路结构啊 我们在维修中他经常碰到这种 假如说我们用万一表测量这个正负极短路呢 但是由于他的这个正负极接的 并年的元件特别多啊 我这仅仅只花了一部分啊 这有一个IC啊 芯片 这有这个电容 固态电容 这有电解电容 然后这还有五颜二级管 当然他这个上面可能还有更多的电容 或者更差的更多的其他的一些 呃器件 那么我们万一表去测量的话啊 弄二级管拿好 用蜂蜜拿也好 我们测量只知道这两段短路了 但是我们具体不知道哪个元件短路 要么就是一个个的去拖开去测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电容断了 这测量短不短路 不短路 那么就是个电容短路 如果还短路 那么还要继续往后拆 还有一万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烧机大法 当然烧机大法有时候呢 是可以用 有时候是不能用的啊 比如说这个假如芯片是好的 就是这个里面有短路 有可能在我们烧机的时候 或者电压或者什么 调的不合适把这个IC损坏 但是我们有这个检测仪啊 就可以了 好 我们假设啊 是这个电容短路 那么我们可以首先在这里测 由于它这是一个精密的啊 它可以测量非常小的组织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测 是20毫欧 那么我们在这里测 可能就只有10几毫欧了 那么我们在这里测的话 这个组织肯定就更小了 就低于10毫 10几毫欧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断定是这个地方短路 所以说我们在维修中啊 我经常用的是 因为我有电桥啊 我是用电桥去这样去测量 特别我们在维修逆变器的时候 逆变器嘛 不是一大路管子啊 其中一个管子短路的话 我们用外表去测量 它所有的管子测量点 它是短路的 那么 有时候二碳这个管子 我们如果去把二碳这个管子 都测下来 那就很浪费时间 所以说我就用电桥去测 到现在有了这个仪器 就可以不用电桥了 我们用这个测量 这种精密电阻的方法 我们就可以迅速的准确的判断出哪一个原件是短路的